上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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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出手結果打成了一個二壘上空的飛球 林志祥這個球已經鎖定了 接到了手套裡面去 統一7-11師隊 最後這場比賽是以8比0擊敗了對手 把對方完工的情況之下 天空上也飄下了橘色的彩帶 統一師隊在職棒23年上半季獲得了成果 現在要來收割了 在9連勝的情況之下 也把上半季的瘋狂魔術數字叫為0 也確定拿下了上半季的冠軍 再次的恭喜司律軍這些辛苦的教練還有球員們 我們現在是在上半季拿下了半季的冠軍 等於說是獲得了階段性的目標達成 再次的恭喜他們 當然也辛苦了這些教練跟球員們 包括中島會是帶頭教練 另外還有這所有的包括紀念珍寢 還有教練 打擊教練 所有的教練以及所有的球員 包括三位的洋將 還有所有的本土球員都是相當的辛苦 在上面球進呢 是畫下了一個非常完美的句點 等於說拿下了上半季的冠軍 再次的恭喜同一7-11師隊 現在在現場這邊呢 球員呢都相當開心 而且也開始放這個煙火啦 外野的部分呢這邊有煙火秀 當然也非常恭喜連天 拿下了開氣的11點勝 對 確實也厲害 整個戰績都拉開來了 當然現在已經拿到總冠軍的門票了 這一刻啦 對於每一個選手的努力啦 現在已經稍微可以喘息了一下 不過最重要還是要調整 因為總冠軍才是真正他們的目標 球隊的真正榮耀還是在總冠軍 剛剛這個角度看過去啊 真的相當的漂亮 這個角度真的壯觀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了 彩帶要同時拋才會看得好看 才會好看 球員們啊其實訓練得也不錯 彪哥的功勞 彪哥也厲害 帶動了這一群觀眾們 剛剛還叫球員們啊 千萬別急hold住 在確定接殺之後呢 才把這個彩帶給救出去 鄧志文就辛苦了 現在要落場 他竟然要扛那一個 這麼重的轟天壘 曾經尻到他頭部的轟天壘 這球還是先挽再跑 現在獅子軍呢 所有的球員 跟著幸福的工作人員 現在要來做繞場 再次的恭喜同一三面那位師隊 中華職棒二十三年 拿下了上半季的冠軍 等一下繞完場之後啊 打謝完球迷之後 我們就要來進行的 就是瘋王的訪問 請大家鎖定 我來體育台不要轉台喔 恭喜 看了 每個人都在最對的位置上 第三次正式記錄準備 一百二秒不分機 全車系好險有理 購車急贈以示車體血 切到血再想兩萬元 不明刮損理賠 花太郎邀請一位小姐上台 有點肉肉的 不知道要變什麼把戲 大 黑松茶花綠茶 肉妹喝了一口 兩根蘿蔔 拜拜 五點 也拜拜囉 啪 水桶 啪 水桶 不易形成體脂肪 黑松茶花綠茶 三個月免費聽到飽 做咖啡 我講究豆子 更講究手法 這是我的新發現 波朗綠掛咖啡 看得到研磨新鮮 聞得出風味獨特 讓手作的美感 精致你的咖啡生活 波朗綠掛咖啡 與你聯盟認爭鬥 這場比賽的單場MVP 是由聯田佑哉取得了 那這可以說他的一個 在本季的一個表現 非常的優異 十一連勝 可以說統一在上半季 可以能夠這麼順利的 一個開出場紅 聯田佑哉也可以說是 貢獻的非常良多 我們也看到統一在這場比賽 整個士氣的方面 也展現了非常優異的表現 統一能夠有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群隊的一個表現優異之外 當然我們也要去了解整體 從領導的階層 從教練團的一個 跟選手之間的互動 也表現得非常的融洽 每個選手彼此之間 跟教練之間的那種互信 展現在球場上 所以全體的力量 可以說在上半季 打出了一個長紅 那可以說 我想現在他們最榮耀的一刻 也是在這裡 也拿到了總冠軍的門票 那這個對他們來說 可以說持續維持到一個 這麼好的狀況 去下半球季的一個表現 也是有很好的成績可期 那我們知道統一在上半季 整體的一個戰力的展現 不只是投手方面而已 打擊方面也表現得非常的好 那除了這兩個條件之外 其實我們也看到他們的板凳的深度 展現得非常的好 那因為每一個先發的投手 甚至先發的選手 都有可以做一個適當的一個休息 所以可以維持到最好的一個狀況 展現出最好的一個實力 讓大家來看 所以也期待了其他的三隊 也不要氣餒 因為下半季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必須要把上半季 所呈現出來不理想的地方 最依照這段的時間 趕快做一些改進 然後一些補槍 我相信整個下半球季 我們也期待有更精采的表現 那現在我們看到整個現場 當然這個是最光榮的一刻 當然在 是只有統一師的這個 選領的隊支援 還有他們的觀眾朋友在享受 所以棒球的比賽 最終還是要是拿到一個 一個最好的成績 才能夠在短暫的一個 一個享受的一個過程 只有能夠體驗 那我看到很多的觀眾朋友 今天也確實把彩帶都拋了出來 也不忘此行 因為每個人都不想在 上半季冠軍的一個過程 有缺席的一個情況 不過我們剛剛看到 鏡頭有拍到的 中導總教練 現在大家現在也看到 全體隊支援 都要把他拋得很高高的一個情況 這是一個很大的榮耀 因為帶領總教練這一段時間 跟選手之間也做了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個互動 那我更對於 中導總教練的一個 肯定的地方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潘虎熊 在下俄軍的做調整的過程 潘虎熊有提過 總教練有開菜單給他 那過去我們常講的 總教練一般只會跟俄軍的 總教練做一些聯繫 說哪些選手的狀況好 哪些選手的狀況不好 誰我要call out 誰我要下放到俄軍 但是事實上 對於一軍的總教練 本來就是必須要一些菜單 交給俄軍的總教練 然後依照這個菜單 然後才去做一些調整 那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了 潘虎熊在俄軍的調整 做得這麼好 這也是我們很多教練必須要去學習的地方 那上半季冠軍的呈現之後 中導總教練已經接受 這個最高的榮耀全力隊員 幫他往上拋起來了 所以其實講到現在 也可以去感受到冠軍 真的是一個職棒選手啦 最要去追求的地方 那我們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感謝有你 HONDA TAIWAN 才能與你一起前進 年輕人 不錯耶 應該的 加倍香醇 乳香膠汁 層層口感 全新麥當勞 經典冰咖啡 這麼好喝 怎麼自己沒買啊 經典大早餐 免費升級 經典冰咖啡 讓生活全面更新 MEN'S BIOLLE 茶樹清爽控油喜鹽慕子 一按即出免搓柔 冰爽微米泡泡 控油冰爽雙效合一 肌膚Update精采每一天 MEN'S BIOLLE 男人防晒新概念 三效合一 MEN'S BIOLLE 防晒保養系列 你覺得所有電池都一樣嗎 想想看 今天全球運動員的訓練 都得靠先進的科技 當需要電池提供電力時 他們多處都信賴 金鼎的持久能量 金鼎持久推動金色夢想 消費一九九九送金鼎突公仔一隻 擠滿六隻再送頒獎台一座 好的 現在在場邊 就要訪問到的是統一師隊 也就是中華職場日 三年上半季冠軍統一師隊的領隊 蘇丹和蘇領隊 在那邊先恭喜領隊 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心愛的感覺 會長 民事長還有媒體記者 還有現場的球迷 還有全國的球迷 大家好 很高興 這座季冠軍 是我們統一生分師的第十二座 那我想 在這裡 要感謝 所有的球迷 對我們統一生分師 一路來的一個支持 我想 球迷對我們的支持 才是我們 繼續打拚的一個原動力 那另外 我要藉這個機會 來感謝我們的教練團 教練團 今年的用功跟用心 事實上 我們都看得出來 尤其在去年 亞子大賽的時候 我們打的並不理想 但是 教練團 有先對去年的這些缺失 做一些強化 所以在今年的春訓 我們就展現了這個基本功 所以說 才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那我這裡 要利用這個機會 特別感謝教練團 尤其是中導總教練 代人 代兵 將他的所知 毫無保留的 貢獻給我們的球隊 謝謝中導教練 中導教練 這個支援 我們一定更賣力 更用心的 打出更好的成績 來替我們的統一集團 來爭光 這裡也利用這個機會 來感謝 統一企業 還有統一超商 兩家母公司的一個支持 另外 我要感謝 我們的選手 還有選手的一個 夥伴加眷屬們 你們真的是很認真 發揮了 充分的那個 惡語幾鳥不忘的精神 感謝你們 我們一起再拼總冠軍好不好 好 好 最後謝謝所有的媒體記者 謝謝你們 謝謝 各位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領隊 謝謝 當然也恭喜統一師隊 在這邊拿下了 這個上班級的冠軍 不過在這邊 可能還要再請一下 請問一下領隊 可能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說 接下來統一師隊 因為要慶祝這封網 很多球迷又關心 到底有沒有什麼 活動會出現 我想我們為了感謝 全國的球迷 對我們統一社會師的支持 那在今天順利的封網 我們統一集團也規劃 從六月七號的凌晨 就是禮拜三的凌晨 開始有連續三天的 在針對我們統一企業的系列商品 還有我們統一超商 7-11 select的商品 包含 大安保 熱狗 還有統一麵包 這些系列的商品 總共品項三百項 第二件五折 我想這是我們 來感謝球迷最好的一個方式 希望球迷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三天的時間 六月六號開始 希望球迷繼續跟我們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林隊接受我們訪問 再次恭喜你們拿下上半季的冠軍 謝謝 好現在在場邊 我們看到全體的師隊的球員 也要進行拍照 當然也要慶祝他們光榮的一刻 因為他們在中華職棒 23年上半季 是一個非常精彩的表現 不管是